哈囉 我是阿倫去找好吃的布魯托 布魯托一直覺得要知道一個城市 最地道的美味就是要去它的老城區 所以今天布魯托就要帶大家去到 廈門本地的人也很愛去的老城區 百家村 GO 百家村鄰近廈門繁華的中山路 是廈門少數保留良好的老廈門區域之一 這名字一聽就很有歷史悠久的感覺 這裡流傳著濃濃的老廈門生活氣息 還有熱鬧沉沉的菜市場安逸幸福的居民 空氣中整個飄著老廈門的人情味 還有香氣四溢的小吃味啦 傳說中的芒果沾醬油 我可以坐在這邊吃嗎 可以 這個醬油可不是普通的醬油 超級醬油 有沒有 所以我吃這個就叫超級醬油芒果 布魯托之前已經介紹過有很多水果吃法 其中有一個當然就是芒果沾醬油 但是我本人上次嘗試過後 還沒有很習慣 今天再次挑戰 在這種街道裡面 吃這種海阪凳的美食特別有味道 不是啦 不是這種味道 好吃 有那種三文魚的感覺 最主要是它芒果特別甜 特別甜的芒果加上那個 看起來就很順 哇 這芒果是好芒果耶 剛剛手不小心一抖加太多 這樣有點過鹹 不過芒果沾醬油啊 我還是曾經推薦 之前有用那個廣西青芒果沾辣椒嘛 那個東西是有一點酸酸辣辣 但這個的話真的就是那種敏南口味的 甜鹹甜鹹的感覺 吃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 我很喜歡這邊的感覺 就有一種新舊交替的 你會看到一些文藝一點的店 也會看到一些那種老店 感覺就很舒服 這我阿嬤家客廳桌上一定會有 喔 我看到 它寫今天 宜吃薑母鴨 那就去吃薑母鴨囉 古早味老字號 陪伴我們一路香味的 好的來薑母鴨 老闆要半支 然後一個米飯 看這一日排開的砂鍋 鴨子洗乾淨後大些八塊 放入特製的砂鍋裡面 淋上醬汁和麻油 放入薑母 就是薑片啦 就可以開始烹飪啦 哇 據說這一家店 這個超正宗的 只有廈門人才會知道 欸 那我怎麼會知道 我也算是扮個廈門人了 好不好 看一下這個色澤 金黃色有沒有 哇 色漂亮的那種 難怪那麼香 不說 就 先開動啦 這個鴨子用的土番鴨 熬製兩個小時 居然還是不柴 鴨肉緊緻嫩滑 而且很好脫骨 這個香味融合的薑 吃起來超級濃郁的啊 記得一定要點上一碗米飯哦 吃口鴨子 再來一口米飯 絕配 太好吃了 簡直停不下